这位倒是推了台湾的经济力一把了 原本百路变摊 现在变身服饰业的代理王 六年级身 陈冠宏 拥有独到眼光 据说她只要三秒钟 就可以知道这个女生身上的衣服 应该要穿什么尺码 所以很多艺人像是小S天心 都不能没有她 而她在百货公司的一个贵位 一个月营业额就突破百万元 只要三秒钟 模特儿站在她面前 适合什么服装款式大小一次到位 而且腰身这个low down很棒 它的衬衬版实在这个地方有错 眼光精准的陈冠宏 其实从路边摊起家 现在则是代理各种国际品牌服饰 19年时间开的服饰店 已经遍及各大百货 而且百货单柜还曾经一个月 就创下150万的业绩 从我年轻的时候 国中开始的时候 我都跟朋友一起合摆路边谈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你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吗 没有 完全没有去设想过 陈冠宏所经营的服装店 开幕记者会来了不少艺人 包含了小S天心等等 都穿着她代理的服装出席 业界有句玩笑话说 艺人不能没有她 是如何从路边摊老板 要身边管理数十家服装店的总裁 除了有独到眼光 争取到各大品牌代理权 经营还得掌握有多少资本 投入多少资金 这一半年我可能赚了多少 那可能有某个百万公司找我 那我在这个条件状况下 允可的话 我才会去开这个柜位 心理个性也能看出女性需求 所以她也大方分享 如何简单穿出时尚 像是黑色西装外套 袖子拉长太过正式 不过只要把袖子反折 一秒钟便时尚 穿一件西装外套 然后像我刚刚讲把袖子捲起来 或者是有一些皮衣把它搭起来的时候 洋装是湿的 很柔软的 你可以一个很硬挺的东西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很强的冲突 在未来我希望说 当然我们也不是警眩也在台湾吧 就是我们也有计划说 可以在海外 陈冠宏说 走在这条时尚路上 他不孤单 因为他不止找回自信 也找到最好伙伴 所以期许自己未来 能够把店面向外拓展 也不排除延伸到大陆 让更多人都能够穿着 他所代理的服饰 找回自信 台北报导